新任住多倫多台北京民署署長徐詠梅李新之後 今日首次與華民傳媒查聚 表示在任內中會繼續推進加台兩地全方位的合作交流 何家碧再報導 徐詠梅署長說自己在上星期飛抵多倫多領身 受到安省幾十個僑團派員到機場迎接 令到首次來多倫多的他感受到好像回家的溫暖 他期盼在任內除了積極與僑界互動 亦會進一步推動台家經貿、文化、民間等各項的往來 特別是透過簽法打工簽證 來增加兩地年輕人的了解 而台灣最近政壇的改變也不會影響外交 還有政治、自由、民主的各項成就 徐詠梅1989年進入外交部 先後在新聞文化師、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、國際組織師等部門任職 也都曾經派駐美國西亞圖、瑞士、日內亞的台北京民署 請突然討論幣